大家好,歡迎收看中二小宇宙,我是鋼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台無線吸塵器 首先我沒有在做業配,所以這個開箱文我也不會做特別的仔細 因為也在玩剪輯軟體,所以就加緊試試看這個秀 做的很爛,情報啊 那為什麼會想要分享這台無線吸塵器呢? 那最主要是我們平常去全家便利商店 鬥物是不是櫃台都會跟你問說有沒有會員,有沒有基點 那就因為這樣子 日積月累,我也沒有很去注意說我到底有多少基點 直到有朝一日,我突然下載這個APP 然後就心想進來看一看,有個2000多點 那我就點進去,看一看這2000多點可以怎麼去運用 那結果咧?我一進去,我憑微的直覺 我第一個想看的,它就是這個小家電 那我滑著滑著,我就看到有一台 我本來還以為它是移業電風扇 結果後來再仔細看 原來是迷你型的無線吸塵器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使用這個無線吸塵器呢? 那因為我本身是個業餘的烘豆絲 我自己可以烘咖啡 那因為在處理咖啡的過程當中 烘焙之後會產生很多的引體 那我固然我用的是一個最簡單的過篩系統 那難免會有一些渣子跑到外面 那我平常我都是用比較大台的吸塵器在處理 那我又不想花大錢去裝所謂的濾煙設備 因為我是業餘的,我不是專業的 我是烘好玩的,烘自己喝爽的 那結果咧?我就看著看著我就覺得 這個大小跟我的使用需求很接近 所以毫不猶豫的進去看了一下 它不需要拉插頭 這點很符合我的需求 再來就是它的體型小不佔空間 再來我本身喜歡用一些不需要插電的家電 包含我的咖啡器材 有一些也是不插電 以後有機會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包含清潔用品 我也喜歡用一些不太一樣的 比方像我的哨打 我就喜歡用那種歇老板吸塵器 因為它的構造它的設計 讓我覺得掃地會是一種樂趣的 它的構造基本上前面有個前蓋 那還會有個錢筒 那錢筒這邊就是它的HEPA濾網 這個HEPA濾網也剛好跟我家的空氣清淨機 用的是同樣一種 但是效能是不是一樣 這個鈴鐺別論 那這也不是重點 只是剛剛好類同 那它裡面還涵蓋一個點刷 還有一個毛刷 一長一短 它所背屬的是HEPA-C的充電接 據說好像連行動電源都有辦法吸力 那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我想外觀構造都介紹完了 接下來來做個實際的吸力測試 那我今天準備了一些BB彈來測試它的吸力 那其實用BB彈的表現來講的話已經算不錯了 但是我說真的我沒有在做業配 我純粹是分享樂趣 如果我真的要做業配 那我一定會挑戰它在極限 比方同一塊錢的銅板 五塊錢的銅板 十塊錢的銅板 或是五十塊錢的銅板 我覺得今天我分享這個吸塵器 我純粹是因為 當我看到這台吸塵器 突然我就想知道 像那個無業電風扇 然後咧 有多人想著想著 又覺得它好像也可以拿來當吹風機 那其實 回鄉起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第五元素 第五元素裡面有一把槍能點 它的功能很多 又是飛機標 又是機關槍 又是火箭炮 又是縫火槍 還有冰凍技 捕捉王 那當然啦 我剛才講的那些都是武器 真的要把它做成那樣子的話 我就會把槍炮彈藥高血管制條例 我的想法是說 假如這一台吸塵器 還可以當骨絲棋子 又可以當電鑽 然後呢 又可以當電鋸機 那這樣子要來找我業配 我就會感到很有興趣 那不過話說回來 研究生產製造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應該要耗掉不少資金了 而且不曉得要在民國幾年 才有辦法開始量產 所以我想到的也是一些生活上 會去使用到的東西 其實我是個中二邊緣人 我常常會去想一些超乎常理的事物 隨便一Google 你想要看到什麼都有 那當我發現到任何一種 能夠被我產生興趣的人事物 它萬一又觸發了 我的小宇宙 那某年某月某日 你就會看見一些具有豐富想像力的視頻 如果你的小宇宙裡 也充滿了許許多多的構想 但是找不到地方去發洩的時候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分享 因為對我來說非常的珍貴 也許你覺得它不怎麼一樣 可是進到了我的小宇宙裡 搞不好被觸發了我的特效魂 某一天你就會看見刺成相似的亮點 呈現在你眼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視頻 也請幫我按讚加訂閱 我將不提隨心所欲的分享 謝謝收看 下次再見 掰掰